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要求 可是男生在穿着方面 有时候可能也会伤脑筋 到底要怎么穿出又帅又有潮的话呢 来 我们先看今天的大主题 在这个时尚浪潮不断涌动的时代 男性时尚穿搭也不输女性 开始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虽然如此 许多男性在日常生活中为了方便 喜欢T恤搭配牛仔裤或是短裤就出门 没有在服装搭配上花较多的心思 随着近年来街头风格的兴起 为男性穿搭带来新意 街头风格主打宽松舒适的设计 非常受到男性喜爱 不但可以简单打造时髦的效果 又可以穿得舒服 究竟男生穿搭有什么讲究 大马男性在穿搭中 最常犯的错误又有哪一些 而男性们又可以如何通过街头风 在新春炸街呢 今天就随着活力加油站 跟着专家一起来学习穿搭的技巧吧 男士们这个新年不用再烦了 因为我们就请来了专家教大家 怎么样在新春的时候 可以穿得又帅又潮 马上请出我们的服装设计师 李韵耀Sean老师 Sean你好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你看就是很不一样的风格 这个就是街头风对不对Sean 对对对 街头风比较宽松一些的 是 但是要这个身材比较 就是修长的人穿才可以 也不一定就是有时候他们身形比较肥胖的 也是可以带出那个感觉 我今天也穿了Sean的这个设计 大家觉得可以吗 我是个人很喜欢的啦 所以这种风格就是 对对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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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一点的这一种 但是我想我们说男生 因为女生非常讲究的嘛 对不对 那有什么什么装啦 什么什么风格啦 男生其实如果我们来说基础款 一般上我们可以如何去选择 基础款最大的就是 比较多人选择的 会选择就是卷页风格 比如说韩式的那一些 然后穿到比较简单系列的 那一些就是比较 可能白色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圆梯 然后脚上一个人仔裤 牛仔裤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简业风了 简业风 对对 其实很多人都会这么选 但是马来西亚的男士们 今天我们就要教你们 如何穿的潮以及型的 而且是在新年的时候 对 如果新年的时候呢 他们觉得说白色可能太单调了 那Sean 你要建议怎么样呢 对 白色的话一定是太单调了 而且是在新年期间 穿白色的话 就可能没有那种气氛啦 是啦 所以我们可以配搭一些 比如说明年 就是今年的新年的颜色 这是绿色 绿色 这是给男生意吗 还是男女的意吗 虽然你没有错的 是明年新年的 虽然你有一点时间错了 就明年新年了 对对对 真的有一点绿色 绿色的这个 菌绿 菌绿色 现在很流行的 就是这个什么大自然风 有没有 大自然风 就大地色类似这样 你可以看得到呢 彩剪以及设计 对 就是菌绿 然后就 卡其色 这样子类似这样的 就是很多人 就是可能会觉得 就是去露营啊 或者去这个大自然森林的感觉 对对对 你可以看到这种衣服 这个设计的话呢 不只是一个 就衬衫这么简单 但是里边有一个 类似这样的一个叫什么 我们的小背心 VAS啊 VAS 然后里边呢 我们看得到街头风 会有放很多袋子的窝 就好像以前我们的那些 CAMERON MAN有没有 那是影视的 不是要装很多东西的 是吗 对啊 现在的风格他们把那种 就是 是 用力的 VAS 他们就把 比如讲 上面的钓鱼的那个 VAS 也是有很多 很多 口袋的 对 就是他们把那种 element 带进来 所以Shan的建议就是说 不要说一件事太单调了 最好就是不要搭配外套啊 对 或者是剪裁方面 可能比较玩花样 或者是复杂一点 剪裁方面也是 就我个人喜欢就是 偏宽松一点的 宽松一点的 第一 它是显瘦 显瘦 看不到都难吧 有些人有 对吧 男生的竞技 然后第二呢 就是就比较舒服 宽松 宽松 会比较舒服 然后可能就是马来西亚 因为大家都知道 热带雨林国家 比较热一点的 虽然说 可能 刚才有提到 就是要搭配 不同的外套 对不对 很热的嘛 对不对 那可能就会选 类似这样的布料 对吗 对 这种都是 比较薄的 对 比较薄的 就有一点设计感的嘛 有一点设计 然后如果是这样 的印花方面呢 最好就是 不要上面穿格子的 然后下面就是线条的 这个就是穿搭 这个是错误是吧 它的配搭 那除了这些错误之外 还有什么不能这么穿的呢 就是如果是这样 你穿 有颜色方面 比如说你是去吃 晚宴 晚宴你是穿一个 很美的 附近裤 对吗 宴尾服 然后就不要有 这个球鞋 这样子的 但是配合 所以他们的 这个西装的 鞋 鞋 除非他们是要真的是 要玩潮流的话 在非正式的场合的话 要特处嘛 是 对对对 好像新年期间呢 你可能要去这个晚宴的话 就选类似这样的这些 西装 但是这个的特别在那里 它的扭扣吗 它的扭扣是双排扭的 是 双排扭的 是 是最近就恢复流行的 是吗 对 其实西装方面 男士的这个大衣 我们讲的大衣 他们没有分旧还是新 只是 可是现在 他们的那个尺寸方面 以前的人 他们穿的比较宽松的 他们的cutting 可是现在的裁剪是比较修身的 就显得比较fit 那比如说好像线条的 这个布料就穿起来呢 其实也是 虽然说它是 oversize大件宽宽 但是呢 穿起来还是显瘦的 对 显瘦的 这样颜色的搭配呢 怎么样的颜色 算是撞色啊 最好是要避免呢 OK 我这边有 就是这一件 绿色 你看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对吗 不一样的颜色 就完全是不一样的颜色 可是它们可以融入在一起 就是大胆的装色 这样很大胆的装色 对 所以不一定说 深配浅之类的 深配浅也是有 就是可能 深绿色 然后配稍微浅一点的颜色 这样子也是可以 比如讲 上身是浅绿 然后你的下身裤子的话 就是可以 深绿色这样子的搭配 你可以看得到 很多人就是走这个街头风 还是什么 穿类似这样的衣服 很有型的 那所以好像 类似这样的衣服 搭配短裤比较好 还是长裤比较好呢 其实两个都有它的优点 短裤的话呢 就看起来比较 年轻 休闲 年轻 这样子的类型 然后如果搭配长裤的话呢 就看起来比较正式一点 那种的感觉 那像老师这样子呢 有短也有长的 这个就是潮流 我是比较休闲的 休闲 休闲的 其实在马来西亚的 新年期间也可以这么穿嘛 其实看起来 特别的有型 因为我觉得 现在的审美观呢 不一定就是你要长得 非常漂亮的脸蛋 你穿衣服 如果是真的很有型 那就是帅了 而且看你个人的喜好 如果你是偏向 大胆的话呢 比较戏剧性的话呢 就很特出 但是如果你比较喜欢 简约风的话呢 简简单单的 也是可以凸显出 个人的这个性格嘛 对 你可以看我这个 小夹克的 这个夹克 这个是丹宁 丹宁 对 但是还有不同的颜色 在里边 就是装色 它花了不少的心思 在比如说它的 这个口袋啊 领子啊 都有那种小小的设计 对 好像它的装色就是 这个金色这边也带出来 我就不要用蓝色来测 对对对 那些测线 所以你特别选择 另外一个的颜色 对 来跟凸显有关的线条 对不对 这些就是一些 小小的细节 对对对对 赵老师你刚才介绍这些 有没有年龄限制的呢 就是从少年到大叔都可以啊 我这些呢 可能就是18到30多岁左右啊 40岁都可以的 我觉得如果那个人有型的话 都可以的 对对对 我觉得如果你那个人 好像保养得好啊 是 看起来费的啊 这样子的身材 他们都可以 因为现在在欧美洲 也非常流行嘛 对对对 是 没错啦 那有的人呢就想 哎呀我可能体型比较大 我想要显瘦啊 老师有什么建议呢 是不是在颜色的选择方面 还是剪裁方面 颜色方面就可能 可以选比较深的颜色 比如说深蓝啊 深灰啊 这些稍微比较深色的 就比较显瘦 如果是太亮的话呢 你穿起来就看到 因为衣服很多影子嘛 对吧 深色的吧 那种影子就显到 你这边有弱啊 那边有弱啊 也不能太大花吧 会不会呈现出 整个人更大 不会 因为我们的这个 Oversize呢 它大的话呢 它也是会 就是跟着我们的身形 压下来 可能要配个个人的个性 是 好 那么我们待会呢 还是会有Sean呢 会教会我们在这个新年里头 如何搭配 穿成更潮的自己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也来懂一下 我们的这个中国文化 为什么新年 我们一定要买新衣 穿新衣呢 为何过年要穿新衣 除旧迎新 过年穿新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 有着悠久的历史 也代表辞旧迎新的时刻 穿新衣意味着告别过去 迎接新的一年 而且新衣也象征着新气象 可以给人们带来好运和希望 因为在过去 人们的生活比较贫苦 一年到头只能穿几件衣服 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买新衣 因此过年穿新衣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 代表着人们对新一年的美好期盼 去慧养生 古人认为 旧衣沾染了晦气 穿新衣可以去除晦气 养护身体 在过去 人们的生活条件比较差 衣服很少洗 很容易沾染灰尘和污垢 另外 人们认为 这些晦气会给人带来霉运和疾病 因此 过年的时候 人们都要穿上崭新的衣服 以此来去除晦气 迎接新一年的好运 此外 新衣也象征着干净 整洁 可以给人带来健康 因此 过年穿新衣 也是希望人们能够健康平安 体现了中华民族 对健康生活的向往 新来新灵 新来新灵 是人们对新衣的一种美好期待 人们认为 新衣可以让人心情愉悦 焕然一新 穿上新衣 人们会感到精神开朗 充满活力 心灵也会变得更加美好 在过去 人们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 过年才能买新衣 因此 过年穿新衣 不仅是一件物质上的喜事 更是一件精神上的盛事 新来新灵 作为过年穿新衣的深层含义 它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也表达了人们对新一年的美好祝愿 八度空间 龙腾凤舞静团圆 Happy Long Long Time 艺人欢聚一堂 巴士对决贺新年 龙腾盛世 奋舞扬威 对嘴欢唱 笑拼演技 唱将旗聚 喜悦洋溢 龙争舞斗 热血battle 精彩连连 开心过年 龙腾凤舞 Happy Long Long Time 二月十日 年中一晚上九点 八度空间 原创最霸 祝大家好运来靠龙 Happy Long Long Time 你也可以下载 TongTong App收看 空间邀你一起 龙腾凤舞庆团圆 Happy Long Long Time 接近三十位的艺人 分成龙战士男生组 以及凤仙子女生组 两队比拼这个才艺的 那么施展浑身的结束 来向大家拜年 观众朋友们 在收看的期间 可以参与竞猜的活动 猜队优胜队伍的话 还有机会赢取奖品 那么二月十号 年初一晚上九点八度空间 原创最霸播出 148频道 或者是下载 TongTong App 也可以收看 那记得了 是在年初一晚上九点钟的 好 那么活力加油站 刚刚我们就是 访问了我们的名设计师 Sean 有关于可能就是 穿搭等等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问一下 比如说在这个新年期间 很多一些年轻人 想就尝试一些 街风 街头风 那么其实如何穿搭呢 或者看一看你的设计 其实都是全部都是这个 我们的比较潮的街头风吧 OK 好 是 比如说这个呢 可以就是当做一个外套来穿搭 对 外套来穿搭 然后它这个是高领的嘛 高领的你也可以拉那个领下来 这个就反过来就变成普通的领 对吧 要不要试一下 Sean 可以啊 来 试一下 那么其实呢 这个呢有像中山庄 对 它除了有呢 这个中式的钮扣之外呢 其实它还加了 这个西方国家的拉链的 所以看起来很特别 对 比如说这样 就完全变成了 不一样的这个感觉了 所以早上你可以一个look 晚上呢 你改一改又另外一个look 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这个呢 还是就是比较大件的 因为街头风呢 是比较oversize的 街头风 然后我就加了一个 他们中式的钮 中式的钮 它们很传统的就是包钮 就这样子搭配融入进去 就像我现在身上穿着的 这一套蓝色的 也是这个中山装 但是就比较大件一点的 那我个人呢 也是比较喜欢穿大件的 但是我的钮呢 那我们这个就是比较 那个中国式的钮 中国式的钮 对 所以你可以看 如果你要扭起来也可以 如果你要打开也是可以的 我们扭设计时来帮我弄一弄 挑一挑 也可以的 对 所以你看 这个包钮 很漂亮对不对 所以特别 不一样的感觉 老师说 那除了就是这一款的 刚刚我们看得到的 就是这个是另外一个颜色 对不对 另外一个颜色 蓝色配灰色也是非常漂亮的 还有呢 这个是另外一个颜色 对 这个刚才你有说到呢 同款 另外一个颜色 就是现在比较 就是流行的 这个大自然的 这个土地色 对不对 对 好 那么其实好像我这么穿之外呢 其实有一些人可能 也可以穿一些比较 普通的这个设计的 对不对 对 比较潮 比如说就是 这样子的外套 也是可以 很简单的融入进去 就是内搭可能可以一个 穿一个高领的 是 高领的 或者就是里面的那种衬衫 内搭的衬衫 如果怕热的话 他们会会配那个圆领的T恤 这样子 其实是真的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呢 就是搭配有关的这个外套 或者夹克的话呢 就可以了 但是可能可以选择一些 剪彩啊 或者有一些特色的 有不同的颜色 混合的话 看起来会更好 对不对 对 混合的话 你看 如果是我这几个颜色呢 他们混合起来 都不会出问题的 那比如说 像这样子的话 都是可以的 来 OK 这样搭配短裤也可以 对不对 对 这个真的很美 因为它有一些小元素呢 它还是可以搭配得到的 我们也来看看你的这个 你的裤子的设计嘛 对不对 我看你设计很多短裤 主要是街头风 还是比较符合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些天气呢 对啊 因为马来西亚的男生 都是比较喜欢穿短裤 对 我就是第一个了 除了做节目 都是喜欢穿短裤 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些 有多功能的一些短裤 就是口袋啊 对对对 可以放很多东西的 然后这个腰 腰这边有这个 这个我们叫裤带 裤带 然后这个还有拉链 可以放一些贵重的物品 对 然后这里呢 其实呢 我有发现到啊 我们的Sean 他设计的这个品牌的 这个注册商标 它是一个 我们给观众看一看好不好 它是一个嘴巴和牙齿 为什么嘴巴和牙齿呢 因为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trend mark 这是我的牙齿就是这样的 要不要照一下牙齿 就是让人家有一个容易记得 容易记得 这个很生活化啊 我觉得我觉得就是怎么说 每一个你每一个设计 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徽章 对不对 那裤子呢 男型裤子应该怎么穿 因为就好像我啊 身材并不是很高挑的话 其实很难找裤子的 很容易穿到裤子呢 变成把整个人压矮掉 压矮掉 那应该怎么办呢 可能可以找一些就是高腰裤 高腰的裤 然后然后宽或者松的话 也是无所谓的 最重要是高腰 然后不要给就是下面这边 不要堆到这样 多多的很累醉的 是要看到一些肉吗 还是不需要 就是如果九分的话 就紧身裤的话 九分这样是最好 如果是宽松那种的话 就是刚刚好盖到鞋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 除了这些之外呢 还有这个也蛮特别的 这个是一个外套吗 这个是外套 然后这个是也是 double rested 所以它双排牛 然后是防水的 防水的 这个很好 因为马来西亚的天气 大雨淋的 突然间 对 会下大雨的 然后是防水的 其实在新年期间 一般上都是会下雨的 所以穿类似这样的 一些布料更好 那你想问一下 因为女生一般上都有 就是一些服饰 比如说有包包 项链等等 去就是衬托嘛 对对 那男生的包包 又应该如何选呢 男生的包包也是有几种 就是小盒子的那种包包 是 或者就是最近很流行 在街头风的话 他们会穿搭一些 帆布 帆布的包包 对 然后有些就是 Messenger bag 信息包 是 是 这些也可以凸显出来 整个的街头风 对不对 而且他们现在 连不只是 衣服都oversize 现在连包包都是 也是oversize 很大个的 越大就越大个 因为现在的人 他们出街都是有 很多的东西 就是 对 power bank 这个 太多东西 太多东西 消毒剂 对不对 那先想问一下 你自己个人 就是你 你其实开始呢 就是加入我们 这个服装业了 我是在 我21岁的时候 今年的话 我29 就是 差不多8年了 差不多8年 一开始出来就会做 这个街头风的设计呢 主打这个市场 主打是 因为我看到 马来西亚的男生 都是喜欢街头风 对 可是他们的概念就是 街头风就是 T恤 短裤 就比较搭进的T恤 这样子 所以我就要做一些 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比如说外套 夹克 这些东西 他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就马来西亚的 一些男孩子呢 他就以为就是 Oversize 就是大件吧 对不对 他就去买普通的设计 但是去买大号 这个是错误的是吧 错误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剪裁方面 剪裁方面是错的 因为 比如说 你的身体是Oversize 他买大号嘛 对吧 你的身体是Oversize 可是你的袖子方面呢 还是小 因为它不是Oversize 你只是买大号 是 所以那个袖子的形状呢 裁剪方面呢 都是普通的 不是Oversize 所以看起来它有点怪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身体大大 可是那个袖子小小的 就更显出你的肩膀不够宽了 对不对 那可能身材比例也不好了 因为我们的身体呢 好像穿Oversize 是 看起来还OK 但是我们的手臂如果是 怎样说呢 就是讲他们裁剪方面呢 身体裁剪的话 大还好 OK 如果是袖子的话就 没有这样好看 不对称 不对称 对对对 是不对称的 所以看起来就怪怪了 那么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的Sean呢 就给了我们很多的 这些小贴士 如何搭配这个街头风的 那么我们今天感谢 谢谢 好我们也来看一下呢 其实除了就是我们的 这个街头风之外 我们也来了解 各朝代的一些汉服 的设计又是如何的呢 各个朝代的汉服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的汉服 是汉民族服饰体系的 奠基时期 这一时期的汉服 承袭了先秦服饰的特点 并且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 秦朝的汉服 以身衣为主 兼用袍 乳等 身衣是秦汉时期最为典型的汉服 由上衣 下肠 和臂膝组成 上衣为胶领右刃 下肠为两片 臂膝为方形 用来遮挡膝盖 此外 秦汉的汉服 色彩较为单一 通常以黑 白 青 黄色为主 在文饰部分 通常以几何文为主 如云文 回文 和勾连文等 唐朝 唐朝的汉服 是汉服发展的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的汉服 以华丽 繁复著称 并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唐朝的汉服 以乳群为主 兼用 齐胸乳群 唐元领袍 交领乳群等 乳群是唐朝最为流行的汉服 由上衣如和下群组成 如为交领右刃 群为两片 下摆宽大 此外 唐朝的汉服 色彩丰富 以红 绿 紫 蓝色为主 文饰则包括了 莲珠文 蝉织文 宝香花文 团朝文 和几何文等 宋朝 宋朝的汉服 是汉服发展的转折时期 这一时期的汉服 在承袭唐朝汉服的基础上 进行了简化和规范 宋朝的汉服 以乳群为主 兼用 山 鳌 袍等 再者 如群的样式 与唐朝相似 只是下摆 较为窄小 此外 宋朝的汉服 色彩以素雅为主 以白 青 灰色为主 在文饰方面 则以几何文为主 并出现了一些新的文饰 比如 梅花文 菊花文等 赶紧 我抢你们打劫 很痛 不要 先坐下车 你的奶肉躺在哪 你立刻打 我忘记不定 我还是在哪 要不是阿飞 我们这群人早就躺在街上 这样子 我們一起去打劫 來吧,等你到消息 波車一架 跑巴一架 跑巴是你解僱的 我去打劫 你打劫我吧 懂英文嗎 GO GO 阿倫 要做多硬 你快死了 阿倫 千年才有事 我看不到 敵都要 黃師傑 剃你的頭 龍蝦灣 你又說龍虎坦 我肯定說龍蝦灣 阿倫,我就不能打 阿倫,我肯定說龍蝦 我肯定說龍蝦 我肯定說龍蝦 警察… 誰呀,誰呀 歡迎收看火力加油站 剛才我們看過了這個街頭風的搭配 我覺得除了會穿衣服之外 拍照也很重要 是啊,因為我們都是說想要打卡 或者是怎樣做一個留念 尤其是新年你穿到美美的時候 走到哪裡都想要拍照 可是為什麼每次 我們拍的時候 就覺得跟專業的攝影師 總是有差距 所以我們真的是要來 好好地去偷試一下 我們歡迎我們攝影師林明勝 Manson,你好 Manson,你好 Manson,就是我們街頭的攝影者 我們先來看一下圖片 你看 極有感覺 這些就是一些街頭風 所以你比較喜歡拍一些 就是我可以說是戶外的一些 怎麼說是自然啊 那些人物啊 對,比較喜歡在戶外拍攝 然後就是可能 他可以是路人 可能是自己身邊的朋友 但是戶外拍攝不是比較難嗎 因為你要捉那個光 你不能打光 不能去設計那些東西 對,的確 我們是要對光比較敏感 但我們就是 比方講我今天到了一個地方 我通常不會馬上開始拍 我會 所以你是王家 要等時間的 我會有一個習慣 就是我喜歡觀察四周圍先 就是看一下 今天的光適不適合 這個角落可不可以 就是先觀察一輪 那這個是叫街頭風嗎 跟街拍有什麼不一樣呢 街拍的話有的人是喜歡擺拍這樣子 就一定要定定這樣的那種 一定要這樣的 你街拍是我自然動你去拍 對,我的風格是比較喜歡偏向於 就是比方說 你就從這裡這樣走過去 然後我就拍你這樣子 就是盡量給拍攝者感覺舒服 他就是那一種 他還會叫你 不要太做做 你普通走就可以了 自然就好 我們看先第一張 這個就是有背景 對不對 但是人是模糊的 第二張就是 直接也是這個人下來的 對不對 所以它這個背景是很講究嗎 就是說好像 你很特別的明亮 我有一個習慣 就是我喜歡找一個 比較簡單 乾淨的一個地點 所以的話 就是我盡可能 就是避開旁邊的雜物 然後你的照片整張 它就會看起來很乾淨 所以它就會整齊 一張照片就會比較好看 所以要去分哪一個是重點 對不對 要尋找照片裡的重點 才可以凸顯它出來 這個又是人物 這個好像很有意思 對 這又是什麼 講述著 這好像我就是 我就是跟他講說 你就是從樓梯這樣走下來 就對了 就給他做自己 做你平時該有的畫面 其實最自然一面 就是最漂亮的一面 對 就是那個人很自然 他沒有什麼約束 其實當我們面對 這樣比較複雜的背景的時候 最頭痛的就是構圖 對 那我們經常抓不到 要怎麼拍那個角度 到底要哪裡呢 對 然後通常我們都會走去花 吵 跟它拍一下 這樣 然後這個 它其實就很有感覺 是 所以Mansion有什麼建議嗎 對 關於構圖的話 比方說 我們以這張照片來說的話 就是我會盡可能 我的構圖比例可能是55 就是一半一半 或者是73 就是我喜歡在照片的上面 留一點空間 就是所以你的照片 它有一個呼吸的空間 所以你整個照片 它不會有壓迫感 然後盡量就是把下面的位置 不要留這樣多 所以你把人物擺在中間 一張整齊的照片 它就這樣出來 因為現在很多照片 尤其是他們會把它 就是放上我們的這個 社交媒體 社交媒體 對 然後很多都會經過調色 等等 那你也是會用 類似這樣的一些軟件嗎 對 基本上市場 還有不同的修圖軟件 調色軟件 我比較用的是Lightroom 對 然後關於調色思路的話 就是比方這樣 盡可能我會把 環境的原色保留 原來的顏色 然後去給它更加鮮豔 所以你的主體的顏色 它會出來 更豐富了 對 所以你整張照片鮮豔 很好看 我們通常用的 這個修圖軟件 都是美圖的 可是我看你的這個 它的顏色色調 好像就是比較電影感 是有什麼特別的喜好 我覺得這個是我 個人的偏愛 我喜歡我的顏色 就是比較鮮豔 然後我會注重 人的皮膚的顏色 我會盡可能 把它的皮膚顏色 把它弄亮一點 就是橙色 黃色 調色的時候 修給它亮一點 這樣子它整個人 看起來會很驚深 這門師傅想問一下 你本來就是 可能念這個 攝影的科系還是什麼 我大學念的時候的科系 是工商管理 就是完全跟攝影沒有關係 然後呢 然後我就是從興趣開始拍 就是從手機攝影 然後再到相機 然後到現在是全職攝影師 多少年了 接近十年了 十年 這門師 你是從用手機開始的嗎 對 我用的手機是iPad 我拿著iPad出去拍照 為什麼用iPad 因為那時候就只有iPad 然後就只有一台iPad 這樣你能不能給那些 初學者一些建議 因為說不是每個人都 買得起相機 專業的相機 或者是說可能初學者 還不至於用到相機 那我隨手就拿手機出來拍 應該注意什麼 我覺得手機的話就已經可以了 最要有的東西是你一定要堅持 什麼 要堅持 堅持 就是很多人就想說 我的手機 像素沒有這樣好 我不會拍 可是你就是要一直堅持 一直去找靈感 到你喜歡 但是如果專業的這個相機的話 真的是比較清晰的 對 它還是會有技術上的差別 可是你是要給你去練習你的 你的审美 你整個的审美 構圖 對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入門的 那個選擇 要求 對 你有教學的嗎 還是在哪裡 沒有 我就覺得 要看多 對 看多別人的作品 聽一下別人的這個 他們如何拍攝的技巧 交流 對 交流 好 那麼今天我們也非常感謝 美女生來到現場 你會了嗎 拍 那只是用修圖 知道了 OK 好 那接下來為了迎接龍年 你知道嗎 這個KIT KAT推出了全新口味的 KIT KAT Golden Dragon巧克力 以清新香橙口味的 和獨特的龍林圖案 經驗登場 那這款的巧克力 是全球首款採用 Farbling技術 在KIT KAT新產品巧克力上 勾勒出令人驚嘆的龍林圖案 KIT KAT Golden Dragon系列 超越傳統推出了一系列的 限量版的產品 包括了全新限量版的 樂響裝 KIT KAT Golden Dragon 新春禮品盒 以及與河本地的藝術家 Casey Gunn 還有就是 Clockwork合作獨家的設計 KIT KAT Crossover馬來西亞藝術家 版多用圖包 是在這環境節日 送禮的最佳選擇 此外 KIT KAT舉辦的 KIT KAT Longevity 龍獸競賽持續至 2024年2月20日 只需購買10令吉以上的 KIT KAT巧克力或冰淇淋 就有機會贏取總價值 3188888令吉的獎品和現金 大獎為兩輛比亞迪海豚電動車 價值99900令吉 等您來贏取 那在這新春佳節來臨 KIT KAT承邀馬來西亞人 Have a break Have a Kit Kat 真的是要Have a break 那我們在這裡也先Have a break 待會我們還是有敬意 和我們的老師 教我們這個美味的加油 對不對 對 新春好主意 Biz OK 歡迎回來 那農曆新年即將來臨 但網上鋪天蓋地的信息 是不是讓你感到不知所措呢 Viracharm這個平台指南 就是你的答案 從風水 生效 還有家居生活 甚至還有美容的秘訣 在這個平台上 學習六個必不可錯過的 農曆新年話題 所以快點瀏覽這個平台 幫助你迎接龍年 瀏覽Viracharm 也就是V-I-R-A-L-C-H-A-M Viracharm.com slashC-N-Y2024 好 那來到這個新春好主意 今天要教大家新年的時候 可以製作的這個美味的料理 我們歡迎我們的Chef Chef Wong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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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們新年的時候很頭痛 家裡要怎麼樣地去變出一個料理 可以得到大家的喜愛 那Chef今天介紹的就是 今天我介紹的這個就是 金蒜粉絲笑哈哈 金蒜粉絲笑哈哈 笑哈哈就是廣東話的哈 笑哈哈肯定就是蝦了 對 對 蝦 好 所以我們是 材料就有這邊 今天我們就有這個粉絲 冬粉絲 冬粉絲跟這個生的蒜米 炸好的蒜米 好 然後這個蔥花 辣椒 辣椒絨 來 我們一個個來 這個粉絲是要泡軟的嗎 對 要泡軟的 要精泡軟的 是 OK 然後因為蒜米就有分兩個 一個是生的這個蒜米 一個是炸過的這個蒜米 對 然後這個是蔥花 蔥花 然後這個是辣椒 辣椒絨 對 切碎 辣椒絨 好 然後這個調味料方面呢 就是雞精粉 雞精粉 就是雞精粉 然後一個糖 糖 跟少許的鹽 鹽 然後這個是 美育的那個醬油跟蠔油 OK 好 這些都是所需要的這個醬料 那當然我們首先 就是要先處理這個蝦 對 蝦 我們還有就是說 現場就是給他們看 如何把那個蝦穿出來 這比較美 對 因為你整條這樣子的話 就沒有那麼好看 沒有這麼美觀 我們就是直接就這樣串出來 這個看起來就是 它就有一個雞精粉的款式 對 對 而且就是 整個就很大方大氣這樣子 來 我們看一下Chef 怎麼樣把這個蝦呢 串出來 就是在它的腹部那邊 最主要背後開的時候 我們要有一個洞 蝦背 蝦背開的時候要有一個洞 不可以完全開完 就是說有一個洞 這樣子有一個洞 然後呢 變成我們把蝦線 把它的長泥 拿走 拿走了後 把它的尾巴 穿過去 穿過去 就這樣子好了 穿過去 變成就有一個形狀 就好看很多了 是 真的 好 那這個 也是一樣 而且呢 我們事先都事先把它的殼 中間殼 它的鬍鬚全部剪了 留下它的頭尾 吃起來也比較方便 你留著它的頭 也看起來也好看 是 那處理的時候也要特別小心 不好拔斷 因為蝦也可以象徵著龍 可以象徵著龍 可以象徵著龍 是 所以就依據你的家庭成員的人數 你看你要準備多少 然後我們已經串好這個蝦了 然後就把那個洞粉放在這個碟 鋪在那個碟子上 鋪好了 就把這個蝦擺在上面 對 然後醬料之後呢 都是倒在它的 等下是放在這個蝦身 好 所以醬料是事先攪拌嗎 對 等下我攪拌 OK 好的 來 Chef 請 好 擺盤 擺好的這個 過後我們把這個 生的蒜蓉 全部都放在一塊 對 生的蒜蓉 這個炸好的蒜蓉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的速度要快一點了 辣椒 蠔油 所有的調味料都加進去了 感覺它的味道好像很有層次 感受感 就這樣攪 攪拌均勻之後呢 我們就撒在那個蝦的上面 均勻地鋪上去 鋪在蝦肉 因為蝦肉等下我們蒸的時候 它會有那個水分 變成那個冬粉 也有它的那個 是的 而然就有它的湯汁了 對 吸收 而且吸收那個蝦的鮮味 就非常的鮮美了 好 來 我們鋪了之後呢 那我們要下 上這個蒸蓉 蒸一個六分鐘 六分鐘 OK 也不可以太過 對 因為它的蝦你蒸過火 它就沒有那麼有口感 哦 好 好 它就可能會變稍微比較 韌一點 比較硬一點 沒有那種脆口 對 嗯 好的 來 我們可以下鍋了 好 就這樣子 我們呢 把所有的這個醬料呢 鋪在這個蝦上面呢 我們就可以拿下下鍋 去蒸大概六分鐘 好 那現在呢 我們不如再來重溺一下 剛才Chef 教我們的一些步驟 還有材料 我們看會不會有十分離 我們的家 好 我們在這邊 我們看會不會有天賤 我們看會不會有天賤 我們開始 我們看會不會有天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就是我们金蒜粉丝笑哈哈 特别的应景的一道菜一道料理 就是有粉丝就是我们所谓的冬粉 还有这个虾 我真的是要试吃 迫不及待 就是看那个冬粉 有没有吸到它的虾的这个汤汁 很有虾的这个味道 对 它的那个虾的全部鲜甜味 它都吸收在这个冬粉里面 所以Chef你是说我们蒸好了之后 最后才是撒上这个葱花对吗 对 因为你葱花下去一起蒸的话 它没有那种层次感 你现在这样看下去 它的层次感全部都在这边 没错 没错 这样我还没试那个虾 因为Chef说呢 那个时间的拿捏要非常的准确 对 对 对 它的口感也比较结实 很好吃 因为那个酱料都是调得刚刚 对 那个辣度你如果是说喜欢吃辣的 辣椒还可以再稍微添加多一点 这个辣椒是稍微就是说 小孩子的那个辣度也能承受到 是喔 对 如果是说真的是完全不能吃辣 就省掉了 好 就可以省掉了 好的 我们非常谢谢Chef Ron 介绍我们这个金善粉丝 小哈哈 小哈哈 好 我们现在就有这个 哇 活力好购物了 不晓得配合这些年 有什么好康可以介绍给大家呢 把时间交给星星还有Amazon 静意 待会儿的三点钟 我们要推荐给你喔 室内晾干的好帮手 那就是HERO 99 我相信很多人近期会洗窗帘布 然后呢 抹脚布 甚至是床单 还是呢 我们的这个沙发套 通通拿出来洗的时候 你发现到 哎 家里的这个洗衣液用完了 又或者是突然间 轰隆隆下起大雨来的时候 我要推进去室内去晾干的时候 找不到一个好的洗衣液喔 没错 HERO 99呢 就是我们的解决方案啦 因为呢 它是室内晾干的好帮手啦 又可以清除异味啦 又可以帮助我们 保持那一个衣服的那一个亮丽感觉 最主要是可以让我们的衣服 洗得更加的干净 是的 今天整个套组喔 又有洗衣液补充包装啦 然后又有我们的这个Softener啦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马桶清洁剂 只需要99令吉就可以抢购得到 所以待会儿呢 一定要留守在我们 活力好购物啦 好的 谢谢两位 那今天活力交战呢 也差不多来到了尾声喔 给您预告一下 明天的这个主题啦 然后很多人呢 在新年的时候呢 有的人是选择说在家 但是有的人选择说 可能是出国度假这样子 所以这个农历新年呢 应该去什么国家 去欢肚子新年呢 明天的主题呢 就跟嘉宾呢 去讨论 介绍你一些国家的好去处喔 千万不要错过啦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问题的话呢 可以把那个信息发送到我们的热线啦 好的 我们明天的活力交战再见咯 拜拜 要消除黑眼前呢 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黑眼前的分类 还有它的这个根源 那么呢 有三大类 第一类呢 是影子 第二类呢 是这个血管 第三类是这个黑斑 那么影子呢 它主要就是这个 某些族群 它的眼眶比较深 或者是这个眼带下方的影子 所导致的这个黑色素的一种阴影 那么第二类呢 血管呢 主要以网状血管 或者这个血液循环不流通 那么笔痘眼本身呢 就是血液循环不流通 最常见的一个病源 那么第三类黑色素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有可能是这个黑斑 或者是这个皮肤 鼻子敏感 所导致的 这一个 一直不停的揉搓眼睛 造就了这个眼后的黑色素 成点 治疗黑眼圈的这眼霜呢 那主要呢 它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呢 就是以黑色素为主 会建议大家使用维他命A 因为它能够呢 把我们的这个皮肤 做一个去角质 同时间呢 它也能够刺激 我们皮肤里头的胶原蛋白 让这个皮肤呢 更加健康 也更加厚 那么在里头的这个血管呢 就不容易看得到 所以这个黑眼圈 就会大大的减少 那第二类呢 以抗氧化为主 来增强我们的这个细胞的 一个健康 还有它的活力 那第三呢 就是在这个血管里头 我们必须要下功夫了 那在这里头呢 你可以选择用这个 维他命K1的这个产品 或者是一些生态 生态里头呢 有两种 一种是叫做Heloxy 那么这些产品呢 它能够让我们的 这一个血管 闭膜里头呢 增加它的这个收缩力 来刺激血液的循环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生态呢 就是叫做Iris 那么这个产品本身 它能够减少 我们的这个眼带的 这个忌水的现象 我们眼周的这个皮肤呢 其实特别脆弱 也特别敏感 所以呢使用的 这个眼霜的剂量呢 那一般上呢 一颗米粒 那么大的体积呢 就足够一点的眼睛 把这个产品呢 挤在我们的这个指腹之中呢 由内到外 一直到我们的太阳穴 来做这个微轻的揉擦 那么这个动作呢 它其实能够让这个产品呢 更加容易地去渗透 也更加准确地去覆盖着 我们要治疗的每一寸皮肤 那大家也要记得 最好不要把这个产品呢 涂在你的这个眼皮上方 因为这样会导致 这个皮脂腺的阻塞 所以正确地去使用 这个眼霜呢 你就能够达到 你的黑眼前大大的减少了 就能够达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